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应该坐在哪里? 你好… 怎么称呼? 我是正安博士 你说是… 呃… 助手 今天我们要测试一下你的 职业安全健康知识水平 我不知道会不会 那我现在怎么办? 如果你答对以下三个问题 我就送一个感诺给你 那挺好 第一题 在浪漫衣物的时候 身体应不应该伸出窗外呢? 滴滴 正确 在浪漫衣物的时候 身体是不应该伸出窗外的 因为这样做的话 很可能会失去平衡而堕扭 第二题 在清洁窗户的时候 是否可以使用枪花借力呢? 嗯… 嗯… 正确 正确 因为枪花不是用来承托身体的重量 如果这样做的话 可能会令到枪花脱落、飞落界 但严重的话 还可能连人带枪堕地 非常之危险 所以千万不能用枪花或枪户借力 最后一题 在清洁窗户 一些伸手都不能碰到的地方 又应该怎么做呢? 用有味性的长手柄工具帮忙 正确 还有一样就是 如果枪户没有安装枪花的话 记住 一定要双脚到脚踏实地 保持身体在室内进行清洁窗户的工作 你答对所有问题 这个感浪送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